寫完的話大概就兩個按鈕 應該就把他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就把這個結果 其實做出來理論上是應該都一樣 不過因為這邊 這邊還有跑所以他往下跑 等於底下都有 全部把它做出來 那裡面的話邏輯 我是照剛剛的那個函數邏輯 那裡面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 自己去研究看看 裡面大概程式寫的並不是很複雜 基本上 程式大概基本上有幾個結構 第一個一定是 for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的列 next 那再來就是if 如果有找到段 我的寫法是這樣比較簡單的寫法 如果呢找不到 不等於0的話是找不到 等於就是有點像剛剛那個 is air一樣 所以如果 如果等於0的話那表示什麼 表示呢 他沒找到段 那接下來我做什麼呢 再做一次if 再去找找看路 如果呢沒找到的話呢 才去找接 所以最後的話呢就是輸出接的部分 ok 那反之的話呢如果沒找到段的話 那我就 相對的這個是沒找到 else是有找到的 有找到的話就切段的部分 那這個路的部分是 沒找到才去找接 如果有找到的話呢 那就是找路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程式喔 邏輯大概這樣 我上面沒有加註解 因為剛剛就是利用那個 剛剛的邏輯把它寫出來的 其實很多地方呢 只要你邏輯通的話 欸程式就可以寫得出來 那這個給各位參考 我剛剛有把 剛剛這兩段程式 一樣把它貼到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剛剛的那個解答 有沒有這邊有個參考解答 不過是參考啦 當然你如果更好的解法的話 當然你可以再想想看 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啦 ok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函數跟VBA兩段程式 好 那我們其實 最後其實還有一個啦 就是那個 我們的問題 最後好像沒講完 所以沒辦法回去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那下一次的話呢 我們會從這個地方開始講 然後呢 再來就是如何從網路上抓取資料 從網路上抓取資料 可能還需要前面的基礎 前面的東西 如果你不熟的話 後面可能要銜接 就會有問題 因為要從網路上抓資料 第一個一樣要入字聚集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要怎麼樣 一樣要看要把資料放哪個位置 這個做法跟前面的做法還蠻像的 ok 那畫面先還蠻像的